来到下半部分的时间 既然改了名字 想起铺位在哪里 师傅 之后就是说搬进去 搬进去是否要拜四国 要拜四国 其实我们所谓迁移的迹象 我们进入新的环境 都需要拜四国 因为拜四国是可以跟信的话 我们要跟地主或之前先人说一声 我们将会进入进入 希望我们也会烧些衣纸给你们 给供品 希望大家也不会有骚扰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拜四国意识 那拜四国有没有时间 晚上10点是否一个好时机 相信你也没有晚上10点才装着香 很害怕 不过理论上拜四国是真的需要 摘一摘时辰的 我们多数都会摘在中午的4点之前 一定会完结这个仪式 不会太后 所以就算客户上 几迟也好 我们尽量不要超过下午4点 超过下午4点的话 我宁愿你之后才再拜 所以在拜四国上 我们首先需要摘时辰 OK 这样拜完四国 就搬进去 接着就行 那师傅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 我